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Koli七年前開始接觸太極 現在天天都會和一群拳友一起玩 從來沒有間斷過 每天7時半就會準時見到他們練習 我們會由24式開始打 最基本的 接著就打40、42、48 這四套太極拳 我們每天都會練習 Koli本身都有做其他運動 不過接觸太極之後 不單止對這個運動改觀 而且還愈來愈喜歡 很多人都叫我太極癡 因為我是越來越喜歡 太極對於我來說 就好像老人家玩意 好像見公園 每個人都是老人家 摸摸摸 總是有點抗拒 自己一向做一些比較劇烈 比如瑜伽、泰瓦 這些運動量比較多 但是後來慢慢會覺得 我要想找一件事 就是可以玩到我年紀 一路年長下去 我都一路玩下去 那我就 在一個緣分之下 在一個機構那裡 我就看到這個班 太極班 那我就報名試試玩 對太極的追求也都越來越多 最初就是寄一下那套色紙 然後慢慢覺得 怎樣打得好些 之後再加上裡面的 比如呼吸配合 你的鬆、油 灑了太極一段時間之後 他亦都覺得整個人健康了 身體的柔軟度和平衡力 都比之前好 開始以為 比如跑步 比如泰瓦 是一些很大的運動量 而太極相對好像很柔 但其實真的不是 因為做太極的時候 你每一個重心的轉移 其實要花費你很多 裡面的中心的收緊 就像提膝這些 單腳這些 我以前可能 這隻腳我提不到 就是這樣 但是經過我自己的 我都很拼命去練 也都天天都這樣 譬如我現在已經可以提高過了跨了 提高收腹收緊 這些全部都是平衡在那裡的 你習慣了做這些 還有一個重心轉移 我一轉來這隻腳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重心轉移 相對之下 你的平衡力就好 這些已經是很明顯自己 覺得自己的進步 都很開心 太極是中國傳統武術之一 它源自搏擊術 慢慢演變成用來保健的運動 太極不像其他運動 它的運動過程比較慢 講求呼吸的控制 以及身體動作的調整 不過 不要以為太極做的速度慢 運動量就不足夠 太極其實都屬於大洋運動 有研究指出 只要一星期有兩三次 練至少三十至四十分鐘太極 維持三個月以上 每一次灑太極的身體 攝氧量高達百分之五十五 等同跳一次三十分鐘的芭蕾舞 而有研究也顯示 持續灑太極的人 下肢肌肉力量和緩步跑跑手相同 物理治療師Shirley 本身都很喜歡中國武術 閒時都會灑太極 她說 從物理治療的角度來說 太極是舒緩痛症的好幫手 物理治療的動作可能是個別針對性的動作 而太極是比較普遍的 大家可以一起練習 但是有些動作都是有二曲同工的 例如我們的訓練肌肉力量 例如我們的訓練平下力 如何移重 其實都非常之近似 例如揚色太極 她的動作是比較大和舒展 很多動作 例如轉腰的動作 如果做得對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活動腰椎的動作 相對於物理治療的一些腰部運動 不過 就算是沒有痛症的長者 物理治療師都鼓勵她們耍太極 因為她可以增強下肢肌肉力量和平衡力 是比較容易入門的運動 通常在50歲之後 肌肉每個人都會開始流失 肌肉流失有甚麼問題呢 主要是肌肉力量減少 摸到肉鬆泡泡 隨之帶來的就是我們走路平衡 日常生活方面會受到影響 打太極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微微屈膝頭 以及我們不會企直個人 其實這個半樽的狀態 就可以訓練到我們大腿和下肢的肌肉力量 長時間練習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肌肉力量訓練 慢其實是很難的 快反而是容易的 因為其實不需要用力 我們用那個動力就可以做到 慢就要用我們的肌肉 其實肌肉我們有前有後 有我們的四頭肌 後面有角成肌 我們兩塊肌肉都要收縮 這樣才可以維持著這個動作 和慢慢地完成一個動作 現在陳師傅在示範的 就是楊式太極的雲手 你可以看到她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雙腳是外展和內收的動作 是非常之明顯的 即是她將她的體重 由左腳移向右腳 右腳移向左腳 這個動作是不停重複練習 根據研究顯示 這個動作就可以增加我們的平衡能力 這一招叫撈膝捕捕 同樣可以訓練大腿肌肉 做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大腿四頭肌 和角成肌的肌肉 是要非常之收縮得緊要 即是多做可以訓練到這兩組肌肉 除此之外 膝關節的本體感覺 亦都有所增強 膝關節本體感覺 主要都是幫助我們的平衡能力 意思就是 當我們不需要看著腳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自己的膝頭放在什麼位置 這個是對平衡能力非常之有幫助的 和做其他運動一樣 灑太極的前後都需要做拉筋 避免過程中受傷 每次灑至少30至45分鐘 做到輕微出汗 感受到心跳加速 才為之運動量足夠 另外 如果長者本身站不穩 又或者同時服用多種有副作用的藥物 就必須要先和醫生了解 是否適合玩這個運動 並先從簡化了的太極拳入手 以察安全 物理治療師亦提醒 初學者或者有關節痛的長者 做太極的時候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某些動作如果硬做 分分鐘會受傷 陳師傅示範的是陽式太極的下勢 你可以見到他打的時候 膝關節屈曲的幅度比較大 蹲得很低 當然初學者如果腳力不夠 就不建議他們蹲得那麼低 因為會對膝關節的負荷增加很多 長遠會造成勞損 初學者如果膝頭肌肉不夠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做一個下勢的動作 膝頭其實不用屈曲那麼多 都可以做到相同的效果 當你膝頭如果不痛 或者你嘗試蹲得低一點 都可以起身的時候 其實可以增加屈曲的幅度 其實都不建議大過90度 老友記都可以跟我一起做的 不要以為只有人類才會耍太極 現在連機械人都會玩一份 他是Now 最近經常在不同的屋邨現身 為老友記表演太極 增加他們對運動的興趣 其實Now是我們學院引入 作為教學用途 希望同學可以練習 跟我們的服務對象溝通 而同學也會帶機械人到社區 做一些健康推廣活動 我們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健康教育講座 有些長者可能聽說運動 就覺得沒什麼新鮮感 其實我們帶了機械人來 其實他就會令到這個講座 會特別一些 他們聽說有機械人 他們就會覺得有新鮮感 其實是有一個噱頭 來到之後我們就可以 講多一些深入一些 關於運動的訊息給他們聽 Now示範的太極當然不是最正宗 不過周沛卿說 其實太極都只是一個切入點 講到尾 都是希望長者可以做多些不同種類的運動 鍛鍊肌肉 其實選擇太極是一個 與長者的共通語言 因為基本上每個長者都很清楚 太極是什麼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共同的語言 由機械人又識 長者又識 大家講起就能夠打開這個話題 所以就選擇了太極 其實長者也看到機械人 可以做到這麼高深的動作的時候 他們也很驚喜 剛才也會看到他們都很想挑戰一下 看看自己跟不跟到這些動作 所以其實也是 令到長者容易投入一點的方法 其實我們要帶出的訊息就是 運動你都有很多種類 他們就要做不同種類 包括有些是伸展的運動 有些是鍛鍊心肺機能的運動 有些就是鍛鍊肌肉的運動 集合了不同運動的好處 他們就能夠做到一個 全面的健康的保障 可以選擇